大家好我是学长 802019年表展的现长 那今年PP呢 5.2.3.5呢 推出了全新的玫瑰金的版本 5.2.3.5呢 我印象中第一次推出 2012年的时候呢 那当初是推出白金的版本 那因为第一次推出 这个所谓三针一线 规范式的指针 那再加上它最受欢迎的年历的功能 所以一推出呢 依然是呼声非常非常高 那今年呢 这个全新的玫瑰金的推出之后呢 那个之前的白K金的版本呢 就会停产 所以如果对这个三针一线 有兴趣的朋友呢 这个是目前的可以选择 那当然这两种风格 在颜色上 在材质上 都有非常明显的差异 因为之前的面盘 颜色就是比较浅的灰色 那这一次呢 它采用PP很多系列之中 采用黑檀木色的这个主基调 包含它的 你可以看到它法斯文的主要面盘 这个面盘的断面处理 做得非常的细致 那另外它小表盘的部分呢 则是这个采用了 所谓的Gilshare 这个同心圆子这个 机科的打雕花的处理 不过因为它的这个纹路 非常非常的细致 所以要贴得非常非常的近 才看得清楚 那当然这个就是PP的 工艺上的强项 就所有的细节 你都要仔细地看 那甚至像这个白色的这个轨道 以及这个最外圈的金色的这些细节 每个细节呢 看起来都是理所当然 可是呢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我觉得每一个细节都很惊得起 非常仔细地去 非常耐看的一个设计 好那两个表盘 跟这个中央这个指针 这个所谓的三针一线 这种叫做规范式指针 Regulator 那它最早呢 据说是这个制表师呢 为了要校准时间 所以他们在这个制表桌前面呢 都会有一个所谓的规范式指针 那因为十分秒 分别由三个表盘来显示 所以比较容易看清楚 比较不会这个三个资讯搞在一起 尤其是制表师你知道 那个整天组表 组到后来 可能头昏眼花 所以时间要分得非常清楚 才能看得清楚 那因此这个三针一线这个由来呢 就变成是一个非常经典 非常古典的一个设计 那在这一次呢 你可以看到中央大型的 这白色指针 两个非常醒目的 十点钟方向的小时 以及六点钟方向的秒针 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阅读 那另外呢 不只是这个十分秒 那更重要的是它年力功能 因为自1996年以来呢 白达菲利利发明这个年力功能 以后呢 成为这个业界 这个非常 这个引起风潮的功能 那一直 这个风潮事实上 一直延续到现在 那它跟万年力差别在于说 一般万年力 它会自动判断大月小月 以及这个平年论年的 二月二十八二十九天 但是年力呢 只差那么一天 就是二月二十八二十九 你要自己 如果是论年 你要自己跳过去 但是呢 它在这个两者之间 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度 那因此呢 在价位上 跟复杂功能 这两者呢 这一鱼两次 两者可以兼得 那这一次呢 它的配置 依然跟这个之前的版本一样 在这个上面这个十点钟 跟两点钟方向呢 分别是星期跟月份 而它的日期呢 就在六点钟方向 那事实上 这三个都是 分别有三个持轮 那要长得非常好 而且布置得非常均匀 事实上是难度非常非常高的 好 那这边呢 有一个小细节 我觉得我个人特别欣赏 就是它百达菲利的这个字样呢 在三点钟方向 可是它做得非常非常低调 那一般的品牌 可能为了要看清楚 所以会可能把它做成白色 可是我觉得这种 非常低调洗练 这种色调的安排呢 反而是更符合 百达菲利的风格的 那它的机芯的部分呢 是31260机芯 那它也是这个 微型自动盘 所以它在这个整个厚度上呢 也不会显得太厚 而且你可以看到 每一个桥板 它都单独这个组装的 而且上面有这个 一致性的这个 日内瓦波纹 那再加上这些宝石的细节 在光是以这个机芯来讲 我就觉得就是 每一步伸瘦 可以值得细细的去品味 那今年它的定价呢 是在157万7千 这全新的玫瑰金的版本 5235 三针一线 规范式的指针 之前没有收到白金版 这又是另外一个 可以值得收藏的选择 有没有 感谢观看